欢迎收听coco早餐 就算是杨明山的养德大道 它的交通设计跟山路设计不当 车辆多 交通经常发生这种类似的严重的车祸 可是目前看起来 其实人为的因素是非常严重的 第一点就是养德大道平常 早上7点到9点下午5点到7点是管制的时段 禁止6.5吨以上的车辆行驶 上下山都有放置告示牌混泥土 搅拌车在进行时间进入是明显违规的 主驾驶42岁的阮英贵 他是有超过10年的历史工作的经验 但是没想到居然发生了刹车失灵 那他拉手刹车想降低速度 但是没有这个办法做到 那个江信副驾驶呢 他是要跳车逃生 一度悬挂在车门呢 那这个刹不住呢 他就一直按喇叭 结果呢就挡不住 这个横向从新安路左转到了 然后这个另外这个对向的车道 撞到一长牌 停等红绿灯的轿车 机车 总计22辆汽机车被快速撞毁 有汽车被推积到了二楼高 那这个混泥土的搅拌车 他是要到工地去啊 那是到公路的工地啊 那他满脸的鲜血 弹飞车外全身都是骨折 这个是一个很惨的一个车祸 造成了四十九伤啊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是其中还有一位呢 是就是我们说是翁启慧 先生也就是中央研究院院长的 他的侄儿 那真是非常的不幸 还有文化大学的学生啊 这件事情引发了非常多人的惊恐 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苹果日报 是对做了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详细的报道 其中文化大学美术系的助教 翁靖奇啊 靖然的靖奇是奇往的奇啊 就不幸啊 这个因为他是骑机车 另外一位文化大学系继区的学生啊 陈毅玲 二十四岁而已啊 他也是骑机车 那还有一位何宗毅啊 这个他是 五十一岁 他被撞的一个休旅车 这个的驾驶 仰德大道啊 他全长是六点四公里 大都是弯道 长坡道 一旦刹车失灵啊 就会造成重大的伤亡 那警方的统计从2008年到现在 今年的六月底啊 仰德大道就发生了有1208件车祸 造成了1244个人受伤跟19个人死亡啊 那这个管制时段违规上路 那这个车行会不会是连带受赔偿啊 这个应该在民法上是可以要求的 这一家信用工程公司 这是今天各报都非常大啊 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报纸啊 这个都以非常宽大的篇幅来报道这个案件 好我们来看看昨天呢 是也出现的是关于当然我们早上啊 这个所访问的这个原先呢 是罗智正这个立法委员呢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倒是就说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讨论跟考虑了 那这位年小姐啊 那她本来好像还想竞选这个 呃市议员的 那到底呃 情况是如何就不知道啊 也有人说 呃 基本上呢 是呃 恐怕是因为呃 他们办公室相处伯母啊 到底是这样不知道 那呃 好昨天呢 呃 由于哈 罗智正委员的这个突发的事件 加上养德大道的这个很大的一个一个车祸 所以使得 哈 我们看到了 嗯 关于哈 这个 呃 蔡正元啊 他被呃 这个收押 嗯 禁建 以及呢 哈 吴清友先生的过世啊 其实报道的不多啊 那当然对吴清友先生是真的是非常的哀悼啊 他 呃 生前啊 这个呃 嗯 儿子过世已经够悲哀了 好 那马上回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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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马上回来咯